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让出就不让出 干嘛换杂家 老爷来了 你们在这闹什么 太公 这个和尚在这纠缠 还 还要打我们 这位老施主 撒家是武台山的和尚 应有要事 要赶回东京 所以脚城快了些 就错过了速度 因此才想到贵庄来投诉一宿 撒家明天就走 可是两个床家 好胜无礼 还要绑了撒家 既然是武台山来的曾人 请随我来 多谢老施主啊 太公 要怎样 师父不要怪罪 双客们不知道师父 是活佛宝山来的 他老汉从来都敬重佛天三宝 奈何今天晚上庄上有事 不敢让师父久留 只能暂歇一宿啊 赶城施主 小僧请问贵庄高兴啊 老汉姓刘 此间叫做桃花庄 乡亲们都把我叫做桃花庄的刘太公 敢问师父俗姓 叫做什么惠字啊 刘太公 撒家姓鲁 这法号叫至身 所以啊 这大家都管撒家叫鲁至身 请师父吃些晚饭 不知道师父记不记荤腥啊 太公啊 撒家不记荤腥 太公随意弄些酒肉 与撒家填饱兔子 这就骗渴 既然不记荤腥 那就叫庄客们 给师父拿些酒饭来 多谢太公 好 哎呀 师父真是神人哪 够吗 多谢太公 这酒肉是差不多了 要能够再来个三两碗米饭 那就更好了 快给师父上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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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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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走 撤走 老汉 胡乱将师父安排在尔房住一宿 夜间要是遇到有什么热闹 不可出来亏望啊 多谢太公 太公 今夜这庄上到底有何事啊 这不是你出家人管的事 太公留步 撒家看你这一脸的愁眉苦脸样 莫不是因为撒家到你庄上搅扰了你 还吃了你这许多酒肉不成 好 撒家把银两一并算还给你便是 师父 师父有所不知啊 老汉平时就摘僧不失啊 不多师父一个 只是今天小女出嫁 有些烦恼啊 太公 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那是人伦大事武偿之理呀 这大喜的日子 太公应该高兴才退呀 为何如此烦恼啊 只是这门婚事 不是我心甘情愿的 莫非太公是个痴者 你既然心不甘情不愿 为何要招惹这个女婿上门呢 师父 听我细细道来 老汉有一小女 年方一十九岁 此间有座山 叫桃花山 这山上有两个山带王 他们安营扎寨 拘击了五六百人 打家劫舍 官府剿灭不了 前些日子 尽得庄来讨缝 不巧遇到了我的女儿 他们留下二十两黄金 和一匹红锦为定礼 说是今天晚上好日子 要来入赘啊 老汉为此烦恼 这与师父无关哪 原来是这样 太公 小僧倒有个主意 可叫那带王不娶你的女儿 让她回心转意 太公意下如何 太公 师父 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啊 师父怎能让她回心转意啊 太公有所不知啊 撒家在五台山至真长老处 学得一点说姻缘的本事 无论她是怎样铁石心肠的人 都能让她回转 敬意太公让女儿到别处躲藏 撒家替你说一回姻缘 保她可以回军转意 好是好 只是师父 莫胡罪罗絮啊 太公莫怕 那撒家也是要性命之人 只要太公不说撒家在庄上 保太公万事